它就是只有这几个常见的 就两个间断变数的 间断几率分布跟四种连续几率分布 那我现在我先用这个binomial二项分布 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示范 它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去看到 但是我现在就是直接叫出来 它的预设是就是说有十个几率事件 然后每一次试验几率是0.5 它的二项分布它是给它化成这样的 如果为了衔接刚刚的解说 我把它先改成20 这就是20的这样子 这个我是觉得比Sign Theory的还要好 因为它有给它入印到比较好去观察 这个分布状况的样子 然后它这边就有提供两个function 一个左边这个是计算累积几率 就是说是某一个量数到另外一个量数的累积几率 然后另外一个是根据我指定某一段的累积几率的范围 然后去计算那个它对应的量数 我现在先来玩 我们现在玩一下左边这个计算累积几率 它这边一开始它的设定 它主要是你可以设定就是两个量数 就是X轴 横轴上的某两个值 那像这个的话 X等于0 它这里还看不出来对不对 那它这边也是报告的是0 那它为什么是0 你们可以用那个二项分布的公式带进去去算 它这个0的值它一定是0 因为那个代表的是什么 C20取0嘛 就是都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直接去看 就是说有这个十次的 就是中间的这一个值 它的数 它的这个 它这里的这个输出 这个probability就是p 就刚刚有提示 它这个就是计算的是 几率质量函式 我直接给它算 给它丢进去 这个就是代表的是 它这个就是指的是 这个画出来的这个函数图的高度 也就是0.176 刚刚在诗音色味就看不出来 这里就很清楚 那你只要注意 就是只要知道就是设定这个X 就是第一个选项 你就指定X1是在0到20 就是0在这个size之内的任何整数 你都可以去算出它对应的这个值 这个几率质量 它到底有多少 然后这边都有那个写出来 好 那这是单一的值 那更常我们做的 是不是就是刚刚所说的 就是说是在那个 我讲这个要切到这边来讲 刚刚不是有讲到就是说 我们是有一个不等式 就是看期望值跟相差一个标准差 大约是不是大约是百分之60几到70 那这边这个标准差以这个20P为0.5的这个设定 它的这个变异数 然后再开根号是多少 我算一下 这个其实可以用那个计算机算 所以我先用这个计算机 就是1.5乘以1减1.5 然后用那个要开根号 就是要算它的标准差 大概是2.236 2.24好了 也就是说 这个标准差在这个设定之下 它的标准差大概是2.24 好那也就是说在这边 我可以现在就是用这个X2 就是首先是那个标准差呢 它是要那个我们就看右边的10加2.24 大概是12点 大概是我们先取13 因为它都是要取整数 它如果切到这边来 好那有没有看到是0.53对不对 好这个可能有点太大了 我们再看切到12 因为它是2.23 反正是有点尴尬的数字 好这边是0.457 好那如果是右边呢 也是10减掉2.24 也就是说大概是7或8 好我们再给它看看 切到78这边 也就是在这里 好有没有看到它这个probability 大概是0.737 好因为8到12 大约在距离10的各一个标 各一个标 各一个标 各一个标准差 ok 好那我们这边 我可以再用右边呢 这边搭配 现在我们可以再搭 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功能 计算量数 好我们先来看预设的 预设它这个是计算的是 就是说相对来说 这个这一块范围 它是累积了0.5 它是指的是 从这个期望值 往左跟往右 各累积了0.5 好那如果说 累积了0.7呢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 有没有什么变化 ok 有没有注意到它还是没有变 因为这跟刚刚我们 自己先用手算 先标出那个8跟12 是一样 好那你们就觉得奇怪 知道这个有什么样 最主要是 如果说我们现在是要 去掌握说 根据现在所得到的平均值 去掌握说 如果这个资料样本 它是符合这样的一个 二项分布的话 那我现在所 根据我手上的资料 算出来的平均值 大约是10好了 那我可以推论 我有0点 我有0 我如果 我如果 再去重新做一次抽样 或取样的话 那有0.7的几率 我抽到的数 我这个做出来的数值 都是8到12之间 这也是刚刚为什么说 那个 虽然那个数学的 跟 跟资料上都有一个 叫做sample 或是样本 这样的名词 它们的概念上呢 是 既不相同 但是 我们 都可以用资料 的样本 去逼近它 好 不过这个 现在是让你们 就是借这个 来去 来去看到 这个 关于这个 资料的样本 你 它的这里 所有的 几率分布 不管你是 你再来 你再去 你再去 探 你再去探索 好像这个常态分布 好 它出来 它的这个 只有参数不大相同 因为这 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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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率分布 都是有它的个性 好不 它的个性 都是显示在 它这个 参数上面 但是 你可以 对它做的事 就是 一个是 去计算 某一个 某一个点 或某一块的 累积几率 或者说 根据 你指定的 某一 一个 累 一个 累积几率的 范围 去看 它到底是 对应到什么 量数 OK 好 然后 这边可能有一个 比较 绕 绕口是 到了 连续几率分布的 这几个 连续积几率分布 因为你们注意到 它这里的 不管是数值 还是面积 都是累加起来的 有没有看到 二项分布 它还有一些 它的数值 跟数值之间 它还是间隔的 好 然后这边是连续的 有没有在想到 之前 不是在 谈 测量尺度的时候 还有分成 间断 跟连续变相 其实就是 对应到 这两大类的 几率分布 这又是再次 我们又再发现到 那个 真的 如果没有 学 学几率的话 统计 真的 就不能够学得 很完整 OK 好 那我 这次